DSE 2016 ICT PAPER 1A MC 第二题 这题是只有18%学生或者考生答对 翻查考评过了这么多年的年报 历界DSE最差的题是MC 就是答得最不好表演的题 就是这题了18% 最低是这题 就是八成以上的考生是答错的 所以这题很值得我们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会答不对的答案呢 题目就讲一个device 它用8bit去储存一个character 一个字母 例如一个HD 就是一个character 另外它用16bit 去储存一个inager 一个整数 题目就认为了这样的string 一个字串就是hkdse5 基本上第一个问题 你会问究竟hkdse5 这个5字 究竟它是不是integer 这个究竟是不是整数呢 正如我们讲的 这个其实我是5字 其实有两个inverted comma 将它包住 这个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数字来的 它是一个character 或者一个string 如果我用5这个整数呢 就只能够是这样一个 就是5字了 这个呢 就会是一个inager 所以陈伯比说 用16bit去储存一个inager 一个当作8bit 其实呢 正的答案就是 这里每一个字母 hkdse5 总共有6个character 而每个character 是用8bit去储存 所以答案呢 就是48bit 但是这件事呢 未完的 因为呢 陈伯比这个答案呢 是并没有用biz做单位 全部都是biz的 为原组 而我们呢 知道1个biz 是等于8个biz 所以呢 最后呢 我们都要将答案呢 除回8 8bit除8 即是6biz 所以呢 答案呢 就是a for apple 那这题目呢 如果你当了5字呢 是16bit的呢 那这儿呢 就会是 48bit 再加多8bit的了 就会是56bit 除回8 即是7个biz 你就会选了b的答案 那其实你想回转头呢 就是我们不能够说硬式 把题目呢 inager 就是16bit 那看到5字 一定是当inager 那其实都很难把 前面是5个字母来的嘛 那5要当是一个整数呢 你很难呢 将character strength 和inager 将它合并的嘛 其实是不可能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 所谓叫中伏位呢 因为最后答案呢 计算了48bit的嘛 那你很容易会选了c的答案 你看到48 但是那单位不同哦 biz 你就是biz 所以呢 我们要留意 unit 都是重要的 其实呢 我们计算任何数呢 storage unit 是biz 还是biz呢 不同单位 绝对是不同的意思 不同的答案 所以呢 不可以只只凭48 就选c 那就错了 所以难怪 当年呢 这题呢 只有18%的考生呢 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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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